给大白把这个胸背背上 我们去跑步当练一下 以后每天都要当练一下 大白都胖了 这个胸背都弄不起来了 要勒太紧了 大白最少在这边胖了十几斤 看能不能再给它紧一点 都勒起来了 勒得紧紧的了 之前是很深的 我的天 这一点空间没有了 怎么办那么胖 看喜欢跑步的岛 走 带你去玩 把我这个滑板拿出去 等一下看你们在哪里 适合拿去练一练 拆了这个 拆我们这个门口就可以练 我跟你讲 这里没有车子 没事就这里练一练 走 你说我们这个院子 什么东西春天三月份了 什么东西先发芽呢 三月份人家就有花了 嗯 别摔倒了 要你买点那个保护的东西 今年一定要在这外面这里 把树种起来 或者是一定要种点东西在这里 今年没种活 挺难滑的 太小了 早知道我们出来了 他要在这里哦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 你看他 他要跟着我们 把他的胸膊也带着啊 要不要一起 他不要啊 他就想偷偷跟着我们 我怕他到马路上危险哦 快 我看他教学 也是要一步一步练的 先单脚 要那啥的 先要那你要先发芽 先站稳 站稳以后再往前走 还要再学会趕完 是一步一步的 跟花雪一样的 你看他干嘛 要跟狗一样 跟着打滚 来啦 干什么呀 打滚 来啦 跟着狗一样 把你胸膊也带着吧 我们一起 跑一跑 然后他不用减肥了 天天减肥 我好怕他跑到马路那里有车 你这别滑倒了 你看小核桃他吓一跳 小核桃躲在这里偷窥我们 小核桃 他不喜欢被拴着 反正正在家附近无所谓的 他其实很黏我们的 但也不给我们 不给我们拉着他 是 大大白先跑两圈 像不大白先跑累了 走快走 哎呦 小核桃也跟过来了 小核桃你等一下会不会知道回路回去 他真的喜欢 别别吓他别吓他 跑你的 跑你的 小核桃跟着我们 玩着玩着 他喜欢偷偷跟着我们 快过来吧小核桃 回来吧 哎呦 有小狗呀 你看他 可以啊小核桃 回来吧 小年兵 我们就在这边吵一跑吧 大白跑起来 跑步 吵一跑 大白的跑不动了 小小核桃在那后面跟着呢 快加油小核桃加油 加油小核桃 这死掉了 他看到我拉着又故意在那里逗留了 他不会 他不会给我们粘太近了 要保持一点距离 嗯 等你走后面 没发现他的时候 他就突然跳 对 这家好 走 这个头盔拿过来 安全改一点吧 你又跑完了大白 跑累了没有 你看他累了没有 就跑那么一圈 不行啊 不行啊大白 哎呦 你又戴个头盔啊 小核桃刚跟我回去了 笑死了 他肯定要回来 来那练练这个吧 让我来练啊 哎 这个年毕童要跟着啦 跟毕童要来了 小核桃 你跟他 去找你了 小核桃说我一定能学会的 小核桃来滑滑吧 推一推 你应该推一下 我一定他喜欢的 小核桃 哈哈哈哈 跑了 不然着急啊这个东西 小心点 大白贪口气 不然我都会了 还能弄跑了 不行啊不行我来 你还不敢玩啊 我感觉这个 过了这个上了年纪啊 哈哈哈 所以感觉 有点害怕了 我来试试看 慢点啊 我们滑回去就行了啊 你看我要拐弯怎么办 拐弯的话就要 跟滑雪一样的 两脚要 两脚都要 横的 两脚都要好 嗯 那为啥不 因为你后脚晃得不对 所以他拐弯 他歪了 你知道吗 根本能站得上这两步了 嗯 没学这个比我学得快 你可能太胖了 哎 不行你这样危险啊 有这个 踩中间了 你的脚要踩后面一点点 你看这个狗狗 真的是 大白贪 我要教育你 走了走了走了 他这个狗他也很怂的 踏上面以后他也很怂的 走走走走走走 不给这种狗啊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不给 回来看一下鹅下蛋了没有 又下了个大鹅蛋 回来要给捡蛋吃了 回来就是脏了一点 好大 跳进来些 出太阳了 我抱着这个皮牙子 小鸡们要来掀我 好 我帮你到那里洗个澡 把他抱在那个窝里洗个澡 进来洗澡 洗澡啊 洗个澡啊 洗澡啊 跳到 跳进去洗嘛 皮牙子 那洗不干净了 给他放进去他跑出来了 不干净了 这两天喜欢躲在地窝子里怎么回事啊 我给他画动了 画动了 脚冷了 这好了 好一点啊 这上画动的地有点冰了 你脚的脚好长啊 我给小贵妃跑上去下蛋去了 小贵妃好像隔天下了 他昨天下了 今天不下了 来 两蛋 你看 小黄的那颗蛋 可以 可以跟鹅蛋比了 开心 他在这里咕噹噹 他不会又跑来这里下蛋了吧 小贵妃 你要变成小鸟了 这里咕噹噹噹噹 怎么了 下蛋了吗 是不是下蛋了呀 是不是下蛋到这边来了 你个小女子 我的天 小贵妃 真的跑里面又跑里面下蛋去了 我说他在这里咕噹噹噹 小贵妃真的跟小鸟一样 又重新找了个窝了 偷偷的下蛋 是不是真的想包窝 完了 小河桃看到了 小河桃不要吓他 你在这里吓我还真的剪不了 吓完了吗 在这里咕噹噹噹 小河桃在那里吓到他了 可能 不要在这里 到你原来那个地方去下吗 我也没拆你那个 他说的天天看我们拿蛋 他真的想躲起来 一直往 丢个叶子往他身上躲 去原来那里吓吧 小河桃吓到了 这小河桃会享受的 就跑过来了 眼睛闭起来 眼睛都不睁着他 喜欢怕你这里来 小河桃 躺这里舒服 对不起 猫 猫 这个母猫比较粘腻一点 看 公狗粘腻 你看他 吃瓜子 你就一个呢 没有抵抗力哦 太稳稳了 嗯 挂起 谁就吃了 大白已经泪潭在这里了 回来就躺下了 吃个切糕 普通一样能量 切糕就剩下最后两块了 好吃 本来觉得腌吃很久了 没想到几天就吃完了 嗯 好吃 还有半瓶蜂蜜 吃完也可以吃了 我们厨房的这个桌子给它改一改 买到脚铁了 是吧 给它弄 弄宽一点弄短一点 对 刚刚比划了一下 又找了一块宽一点的木板出来 感觉还是要宽一点 这个桌面好看一点 太长了也不行 我把这个 快没有了 一桶快没有了 能抹到哪里是哪里 我把这个 这个 桌腿给它弄稳一点 然后这个还要踩一点 这个桌子底下呢 准备给它再加个一横 这桌腿中间再加一横 这样子的话会更稳一点 卖鱼给我做小工 小工 小工一百块 还一百块啊 新疆小工都得两百 新疆小工都得两百块 两百起啊 人类的这多就一百 这张桌子 你要这边买的话 肯定要搭几百 可能上千都有可能 这一做的话 几十块钱 没有可能做个几十 看这是无价的吧 无价对 说的对 说话都不会说是吧 价格吧 对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价值 是我付钱的 价格衡前面就稳多了 在这里 嗯 可以 可以 你看 这才是真正的周腿 是吧 这边也加一个 对不然他容易内巴 是吧 你可以给他撑开了 对 哇 你看这实木 真的想去买 买不到这么实的实木 是啊 不错 就是买的多 长路差不多 差一点点咱们可以修 没关系 这颜色有点淡 但是有木纳油 再给它补一层看看 你卖个深色的木纳油 给它全部补一层就好了 这个有点凹下去的 这个 估计还得放中间 不要小心 别有砸了 这个太厚了 这个 这个板真厚 这个板 还把这个放中间 这三块板你怎么固定 从底压固定好了 这长度刚刚好 底下那个中间 可以给它来一条 我看到吗 中间这样子 对 这三块板就这样了 看看怎么样固定到一起 看你怎么给它固定到一起 简单 平不平 平 这底下也用搅铁 中间这里给它来一个横档 更稳感觉 还必须的 做个桌子也不容易 但做出来真的跟买的一样 买都买不到这样的 挺规整的一个 这是做的规整一点 大白 大白在这里陪着我们的 哎呦呦呦呦 冷不冷啊 看着还可以啊 这个桌子完工了 挺宽的 挺稳的 稳稳 还行吗 地上不平 还行吗 上面桌面挺平的 肯定稳 走 抬回去看看 又一个张桌子 感觉我们做了好多张桌子 这张桌子我感觉还挺满意的 这张比较圆韵 丝滑 不把他放在那边下太阳 放房子里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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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